首先,我跟大家说,我真的只可以负责注册 开你的账户是公司只能做到的,因为如果你账户了 你是要对公司的customer service,就是grab driver,司机的customer service的部门 他们才可以帮到你的,我是不行的,我是alpha,我是recruiter 所以 我是帮不到的,我也不知道他们里面的程序是怎样的 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件事 就是 公司有一条链 等一下我会负责我的comment,我写在底下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你想持有grab的,你的account之前有的,但你不是中ban,你不是中susban,你要开回你的account OK,所以你是可以去 urb.to slash r2g OK,这个link等一下我会负责在那个comment里 OK,你按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OK,看到没有?如果你按下这个link,它写着Return to Grab 这个form is for dormant driver partners who have deactivated due to inactive more than six months only applicable for driver partners who are 21 to 69 years of age this year OK OK,so,我说一说第一段 Return to Grab,即是你重新 返回grab 他说这个form is for dormant driver Dormant driver partners,即是你的account已经很久很久没移动过 就是我们的bank account,你久没移动它,它也是会多元的 即是它会 冻结,即是 Bank会删掉你的account 这是Bank的Returns Grab也是 你的account没有持续超过六个月,没有移动过 它就会删掉你的account 如果你要拿回grab,你是不需要注册的 不需要找office,不需要找office注册的 你直接去 这个link 然后 你填了就可以了,不过你填了就要注意 它是说今年 即是今年开始 你要是21岁到69岁才可以填 如果你是6-70岁了就不行,为什么呢?我们拿grab是到70岁 所以今年,比如说我的年龄,我还可以再持续三十多年 所以,大家要记住,为什么要说21岁呢?因为之前未有PSV的时候 是你有fiving license,没有P牌了就可以开了 比如说你17岁你拿到车牌 你19岁脱了P,那你就可以拿grab了 如果你今年只有20岁,你是考不了PSV的,所以你也不用去填这个form 这个form很简单,填吧 然后那些资料填,你的IC,ClickClack,全部东西 然后他下面有说的就是,公司是会找人查你的background 你是要贴受权给他 authorize 公司找那些agency去做background check 他们去查你有没有 三鞍、危险駕駛、blacklist 然后按底,ClickClack 法庭案件 有没有被人输入bankruptcy 应该是blacklist的 公司会找人去查的 所以你填了一个form,你就等公司通知你 你就可以 他会给你一个日子的appointment上课 我才知道 这个课是 Return to Grab的 reeducation的class 所以你上完课,他就会开个交易 现在还要做EVP 如果你之前没有EVP,你还要做EVP 所以 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为什么呢? 第一,现在MCO 未必 未必有得上课 所以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这么久 今天有一个人问我 我只是想问你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能上课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真的不是Grab的staff 我真的 今晚我特意开个live 就是要澄清 很多人想像我是Grab的staff 不是啊,不要想着我穿着Grab的衣服 大家看着 哈哈哈 不要想着我穿着Grab的衣服 我就是Grab的staff 这件只是Grab 放给我们Driver Partner的T恤 而且我现在是穿着这件衣服睡觉 所以 待会我会回家睡觉 我会